不会死的 非夜受伤了是吗 是的 姨母 非夜哥哥他的确受了伤 而且伤势还不轻 肯定是那个韩芸汐 不管是不是他 哀家一定不会把这个祸害 再留在秦王府 殿下 对不起 我也不想这样 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 为了我的母亲 我也是被迫这样的 希望你能够原谅我 对不起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四弟 你还好吗 四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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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出来一下 你真的好大的胆子 连哀家都敢骗 说吧 还有什么事情瞒着哀家 快说 你不用替他求情 他一桩桩一件件 全部都说了 母妃 我知道殿下这次受伤 都是因为我 我也承认 是太后派我来监视殿下的 但是我发誓 我绝对没有做过任何 对不起殿下 对不起秦王府的事情 母妃 你这声母妃 我可承担不起 母妃 非夜 你醒醒吧 他到底给你灌了什么 迷魂汤 他就是一个散门星 他一进家门 你有好日子过吗 你现在就给我休了他 现在就给我休了他 姨母 姨母你休要动气 非夜哥哥他一向最知情重了 请再相信非夜一次 非夜知道该怎么做 非夜 非夜 你给我回来 姨母 姨母你消消气 姨母 姨母 你休要动气 非夜哥哥他一向最孝顺了 他一定会听你的话的 是 殿下 我死了 不就趁了你的心 对不起 我只知道你身中毒蛊 可我真的不知道你是一个毒蛊人 如果知道了呢 知道了你就不会下手了 我 韩芸汐 我们经历了那么多时间 我以为你对我 终究有所不同 没想到我错了 错得离谱 不是这样的 不是你想的这样的 你先让我跟你疗伤 等你好了 你想怎么处置我都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太后威胁我 如果不这样做 你 我 还有我娘 我们都得死 我想着 那三针不致命 我就敷衍着答应了 谁没有想到 太后派人看着 我不得已 但你相信我 我是有解决方法才这样做的 只是千算万算 没有算到你是毒蛊人 你娘早在十年前就已经死了 不 我在太后那儿见过她 她的身形轮廓 跟我娘一模一样 她有我娘的手镯 药品 还有医药包 那个医药包 只有我跟我娘知道 不会错的 那都是太后的诡计 她利用你对你娘的感情 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 你娘她已经过世了 不可能 不可能 你又没见过我娘 你凭什么这么肯定 我亲眼送进 我亲眼送进 不可能 不可能 我娘还活着 她肯定还活着 我娘活着 她不会死的 不会死的 我娘活着 母娘肯定还活着 得不会死到 不可能 不会死到 啊 殿下 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白先生 相信你不会让我和父王失望 传闻秦夕开国 就是以毒蛊人军队得天下 几百年来 关于毒蛊人的记载早已失传 但秦夕皇室内部 还是有零星记载的 靠着这些 就足够我研制出毒蛊人了 白先生的毒术 在世上无人能及 先生 请 不频道 洲竺 不频道 不 Yup 不 mi你 不不 不 province gehen000 白先生 这是为何 也许 秦夕的血脉 更容易成功 你们想干什么 我不会让你们 伤害我的儿子 起来 都别过来 这么多皇室可供试验 少一个也无妨 母后 走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